等一会儿马上要进行的是柴彪和郭震东 现在画面上出现的这一队中国的男子双打 第二双打选手 迎战马来西亚的头号双打 古剑杰和陈文宏 在近端的这是古剑杰 他和陈文宏搭档在世界锦标赛上的表现一般 很早就被淘汰了 没有延续在上一届比赛进入决赛的这种好势头 而且现在从实力上来说 尽管马来西亚这队组合他们还是比较强 但是其实以柴彪和郭震东的实力 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冲击世界最强的五队男双的这种实力 虽然最强的五队男双现在比较公认 就是五大强队的第一双打是明显比其他的组合 从综合实力经验心理各个方面来说 稍占一些优势的 但是在第二集团的队伍当中 有这个男双的选手 有很多队都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去冲击他们 可能打起比赛来也就是会输少胜多 但是这个比例现在已经是比较大 你像柴彪郭震东这种实力 现在和世界上最强的男双打 他们打十次的话 基本上应该能够赢到四次的这种这样一个实力水平 实力赛由于柴彪这个拉肚子 身体不是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柴彪郭震东被比较早的也是被淘汰 相信他们俩也憋了一股劲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 中国队的两个教练是张军和王伟 双方开局打成一比平 陈文洪发球 古剑杰发完之后再往前的连贯非常快 把球推到半场 中国队半场这个球处理的质量不是很高 还是往前的争抢 双方很激烈 中国队两名选手郭震东是84年出生 柴彪是90年出生 在场上是郭震东 要起到比较主导的作用 德河市与玟传探 那是310 2 好 我 古剑杰的强往 强往的意识还是很强 只要一看对手比较被动 马上有去压往的意识 这也是陈文宏出了个半场球 双方在比赛一开始 揭发球推半场 技术运用的都比较成功 也给自己这边创造了很多机会 陈文宏的一个收掉失误 现在打成5比5平 非常注意对方的往前 好球 比赛一开始 双方都是利用发抢的这种战术 争取主动 看谁在往前能够抢住 柴彪别看他身材很高 但是在往前的连贯还是很快的 ere we throw all 6-0 好 台湾 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这个球 陈文宏的挡网质量非常好 反拍挡对角 很贴网 迫使郭振东这球只能是挑高球来过渡 陈文宏起跳 在后场杀直线 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接杀挡网呢 还是对柴彪刚才是软压的这一拍 它是有判断的 估计你这一拍呢 是不会是中杀 它已经预判出来了 估计4二位 三五八 准备 来 来 部队方的追身 这球柴标的接杀挡网的质量比较差 看上去有点犹豫 所以出球的质量一般 这球其实古剑杰也是处理的不太明智 但在往前很被动的情况下 还去勾对角 而且对方的人已经在往前看着 本身他已经很被动 还强行想用高质量的勾对角 去制造反击机会 当然这就比较铤而走险 结果只能造成丢分更快 这球挑的还是不够到位 像陈文宏这么好的后场的攻击力 给他的球一旦两个底线限制不住的话 出半场你的防守压力是很大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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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是煞带对方的两个人结合步 造成对方出球质量不好 郭震东在往前扑死 这样11比10到了第一局的间线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回到比赛的现场 继续来看拆标郭震东和古建杰陈文宏的第一局比赛 好球 这个也能看出古建杰临机的这种变化 反应非常快 不过还是主要还是对方的回球 陈文宏的回球让郭震东很机敏的判断出来了 其实郭震东在和柴彪配对之后 他们成绩非常好 对今年的市井赛 已经结束的市井赛 本来也是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但是由于一些意外 没有能够走得更远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关系 后边还有很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两个人在配合上有点误会 失去了一个机会 陈文宏这种被动球的处理 可以看到他的意识 这个球挑到对方两个人的中间 这个位置 对方可能会两个人由于一误会 这个时间就失去了 漂亮 这一段几个球 柴彪和郭震东两个人的攻击配合都非常好 柴彪在后场的进攻 主要是攻对方两个人的结合步 造成对手的出球质量不高 然后给郭震东再往前造成封网的机会 这比较可惜 在势头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一个发球失误 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还是在前半场在抢都不起球 这球是终于造成柴彪不得不挑的高球 但是柴彪的防守的出球很硬 然后再往前勾个对角 我们看一下主要是这一拍 造成陈文宏有点来不及 勉强把球给封回去 这是张楠过去柴彪打男子双打的搭档 现在张楠的主要任务是混合双打 有点要求太高了 球如果打进去非常漂亮 但是这种球自己也有一定的风险 每个球员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队员在场上他比较善于 像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古剑杰也是这样 就是很喜欢去做一些高难度的 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回球 打出来如果是这个球打成功的话 效果很好 而且也很有表演性 像刚才柴彪那一拍也是这样 但是这样他们不太稳定 因为这种球毕竟是有难度 有的时候就造成在场上会有一些失误率 这样的运动员他的起伏会大一点 也有一些选手 他们是在场上非常朴实的 你比如说富海峰 就是一种非常朴实的风格 每一种战术选择都是选择成功概率最高的打法 现在到了第一局比较关键的比分了 14比15 古剑杰陈文宏还落后一分 这时候双方的注意力都在前半场 所以后面的那个人 他在中半场必须要盯紧 要跟紧 在中半场如果衔接很快的话 前面的同伴一抢 对方只能利用推半场来过来 只要你在中半场跟紧 给对方的压迫是非常大 柴彪在往前封得非常严密 而且柴彪这种往前的封网 它有变化 不是完全靠硬的 就是全靠硬抽或者推扑 不是全这个 它结合一些软调 结合拦网 结合勾对角 这样让对方就更困难 这球是出现 这个郭震东冲得有点快 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这种球同伴也是比较难以弥补的 因为他冲过去之后 在他头顶的这个空档 是同伴也是反手 如果同伴是一个左撇的选手的话 这种球可能过渡起来 还难度相对小一点 所以在冲网的时候 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头顶区 对方还是抓这个位置 抓这个 郭震东推扑 在往前推扑完之后 抓他的头顶这一下 但是这一分球 马来西亚队打出了底线 这种球就显示出左右手配合的优势来了 你推完之后 对方打你头顶 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弱点 但是如果你的搭档是个左手的话 这个位置正好给他正手抓突击 这球发太高了 马来西亚队反超 18比17 关键时刻的发球 没有发好 太着急 这个其实自己的位置已经不对了 但是柴彪还是想处理的更有威胁一点 尽管这些对方回过来的球比较高 但是你自己的位置也不太理想 你还推的这么凶 自己就有风险了 马来西亚队也是有一个发球发的不好 被郭震东直接推死 差一分 18比19 这时候有一些球路就可以设计了 抓对方习惯球路也可以来了 出界了 这球 但是还是我们先下压 没有能够连起来 马来西亚队反击 这球因为郭震东挑的非常靠近边线 所以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犹豫 感觉这个球是不是要出界 但是陈文宏很坚决 而且陈文宏这个球呢 是在 其实也是杀的比较突然 落点也不错 马来西亚队的局点 那有这球可惜 那这球 柴标犹豫了一下 最后是 21比18 马来西亚队 古剑杰和陈文宏 险胜第一局 我们稍后再来看两方的第二局比赛 好 观众朋友 现在您看到的是2011年 世界雨连超级系列赛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这项比赛是在长州进行 今天是正赛的第一轮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南双 中国队的柴标和郭震东 谈在屏幕的下方 对阵马来西亚的 古剑杰和陈文宏的比赛 第一局比赛 柴标郭震东在 前面一度是压着对方 一两分领先 但是在15分之后 有几个球的处理 马来西亚队显得 对他们的球路比较熟悉 抓了柴标郭震东 在场上的弱点 最后21比18 马来西亚队赢了三分 中国剑杰和陈文宏的 从与国家 反正比赛 达ols發 本开始 ハンindre 其实第一局也可以看出 像这种男子双打 世界前十的选手 前十的这种组合 大家实力都非常接近 但是像各个队的第一双打 由于他们各种大赛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关键分时候的心理 和关键分的把握能力 这一点是稍微要强一些 因为各队的第一双打 都是在汤姆斯杯 还有苏迪曼杯 这样的团体赛里面 一般都是唯以重任 所以他们这种打大赛的经验 关键分的经验都更多一些 心理上更好一点 纯比技术实力并不是差那么多 都差不多 当然这种心理 一个是来自比赛经验 另外也来自一个综合的能力 这个实力的厚度 需要在各个环节都没有弱点才行 这个球也是古剑杰抢的比较勉强 对方已经推到了他的身后 但是他还是勉强去抢一拍 好球 主见节杀球下完 柴彪在防守当中挑球出了边线 说明说我 3 5 好 说明说我 6 3 可以有这球 这个郭震东杀的这一拍 给对方的压迫不够 反抽一个对角 这球过来的速度很快 很平 其实两个人在轮转之后 柴彪还没有再往前到位 还在移动 对方那球已经过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也确实在场上不是一味的球快 就会有好效果 有时候你的同伴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你过去的球太快 对方反击过来这一下也快 你的同伴就来不及 太着急了 5位的丢分还是多了点 柴彪和郭震东 谷建杰和陈文宏打起比赛了呢 他们两个人比较放松 就在场上给你的感觉是好像无所谓的这种态度 无论什么比赛他们都这样 很少有一些比赛他们打得特别认真在场上 至少给你看到的是这样 可能他们心里是很认真 但是你看上去觉得他们俩就是在场上在玩 但是我们在场上就不要受他的影响 好像看着对方点儿郎当的 我们也很放松 也去和对方打表演 这样就不太好了 柴彪和郭震东还是应该打得更严谨一点 因为谷建杰陈文宏的他们这队的特点 风格就这样 打什么比赛都是这副样子 这是揭发球的时候 古建杰想做假动作 但郭震东没有上当 假动作如果一开始虚晃那一下不能骗了对手的话 那你第二下就等于是喂给对方打 因此像他们这些高手之间比赛 假动作其实打的用的并不是那么多 当然了作为这些高水平的选手 他们在场上做的动作 你在电视画面上都能看出来是假动作的时候 这个假动作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真正到场上站在他们对面 他们的出手几乎每个球都是假动作 因为他们的出手都非常快 非常有隐蔽性 这球就体现了古建杰和陈文宏左右手配合 连续进攻的方便性 左右手配合就是抓对方防守出对角线的这个球 是左右手配合最方便 所以左右手配合的时候 有时候也可以有意识攻一下对方两个人的中间 这样对方在防守的出球就容易出个对角线 你的同伴就很好抓 二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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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已经逼上来了 所以在放网的时候 郭震东感受到了压力 因此这球没有过去 反正中怎么办 因此准备 因为 我们两个人要开心 因为 我们两个人贼入 双方要打成食品 11比10马来西亚队领先到了第二局的间歇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比赛 12比10股建杰陈文宏领先 现在要咬住 不能让对方把比分拉开 太犹豫了 从动作来看 郭震东是准备放网的 直接放个小对角 但是最后出手那一刹那又犹豫了 我们在揭发的时候呢 还是给对方很大的压力的 从陈文宏这个发球失误可以看出来 这两拍柴标抽出去的球 都是由下往上走 出去的球都没有威胁 弧度也不太理想 球速也不快 打的自己比较被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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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掉 好球 漂亮 这个球郭震东打的是一个连接 他上一拍的批掉 是为下一拍在头顶突击做准备 那么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为大家转播的2011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就到这儿告一段落 关于这场比赛的结果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稍后的体育新闻 另外在明天12点30分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直播2011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第二轮比赛 观众朋友今天的转播就到这儿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